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2022年CPA财务成本管理的学习 我是你们的竹江老师黄金老师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十章长期筹资的学习当中 长期筹资 我们第九章就已经进入到长期筹资这个模块 首先是定的大调子 就是要决定企业的资本结构 对吧 负债和股东权益各占多少 是把这个资本结构要给确定下来 而长期筹资这一章内容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框架 那么它就是各种类型的筹资方式 比如说采取长期债务筹资 包括发行企业债券 银行借款等等 可以发行普通股筹资 另外还有混合筹资 这个混合筹资就是兼有债务筹资 和权益筹资的双重特性 那么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还可以提供的这种租赁筹资 什么叫租赁筹资啊 比如说我是需要一个设备的 我可以借钱把它买下来 达到对自己的使用 对吧 但是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 我可以选择租啊 对吧 租赁这也是一种筹资的方式 所以在第十章 长期筹资这个块 这个模块里面 就是介绍了非常多的内容 因为我们要比对 有各种各样的筹资方式 它的优缺点的比较 它的相关计算 这在我们财务管理中 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章 我们细数一下 我们前面拿几张比较重要 第二章就是财务报表分析 因为提到了管理用报表 对吧 第五章投资项目的资本预算 还有呢 第八章企业价值评估 然后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第十章 长期筹资这个模块了 因为它属于财务管理 我们所提到的三大块内容之一 那么然后在这一块呢 关于前两个 主要是一些客观题 就什么优缺点的比较啊 我们的主观题计算题 主要是在混合筹资 和租赁筹资这一块 它们是属于主观题的高频考点 是比较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历年来说 考试的分值 那么关于第十章 还是比较高的 就大家一定要注重 这一块是会出现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计算题的这个考核 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 甚至在我们的综合题当中 有所出现啊 一定要关注 但是呢 前两节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复杂的 比较难的 我们的主观题的高频考点 主要集中在混合筹资 和租赁筹资这个模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 长期债务筹资 长期债务筹资呢 我们主要包括两种形式 一个是长期借款 还有一个是长期债券 那么我们说 在这里面就形成的是 债务人和债权人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它的特点啊 第一 筹集的这个资金啊 具有使用上的时间性 我们是需要到期予以偿还的 需要到期偿还 筹集的资金啊 具有使用上的时间性 我们需要到期予以清偿 还本复息 还有固定支付债务的利息 使得企业啊 这个压力比较大 所以当企业债务比较多时 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职业经理人来说 是对他是会有一种限制的 这就是实际上 债务代理的收益 对吧 他会形成这个对职业经理人的紧箍 使得职业经理人 手中可以自由掌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呢 量有所减少 对吧 好 这是属于形成企业的固定的负担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说 关于债务筹资 这个利息是税前支付 它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抵税的作用 所以说 从这个资本成本的角度来说 债权的权益也是一种优先收藏权 它承担的风险 是要小于股东承担的风险 所以资本成本 一般比普通股筹资的成本低 以及的话 债权人 它不能对公司的经营决策 去指手画脚的 它没有这个决策权 所以 企业采用债务筹资 增加的债权人 不会分散投资者对企业的控制权 不会引起控制权的转移和稀释 那这些呢 它是不会存在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优点 优点的话呢 关于债务筹资 它解决的是企业的长期资金 所能呈现出来的 当然是呈现出 长资 长用 是这样一个特点 长资长用 第二呢 就是归还期长 对吧 那我们不是马上需要近期偿还的 所以相对于短期债务而言 还债的压力或风险相对较小 你要注意跟谁比 它和短期债务相比 归还期长 所以偿还的 这个还债的压力或风险相对较小 那么再注意它的缺点 注意和谁比 和全一筹资相比 它的成本是低的 但是和短期负债相比 它的成本是怎么样 是高的 另外的话 那我们会有很多的限制 因为债权人为了防止出现这种不良的贷款 对吧 它可能会为了保上自身的利益 它可能在借款合同中会有非常多的约定 所以相对来说 限制条件要比这个权益资金要多得多 好 这就是属于 我们对它去进行个分析 优点和缺点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多选题 相对于普通股筹资而言 属于债务筹资 特点的有 A 筹集的资金具有使用上的时间性 好 那么相对于普通股而言 它有还本付息的压力的 所以是对的 有使用上的时间性 B 形成企业的固定负担 是有的 C 需固定支付债务的利息 对的 D 资本成本比普通股筹资成本要低 那也是对的 我们说这样分析下来 这里的ABCD应当是全选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讲到债务筹资 长期债务筹资里 它一共提到了两种类型 一个是长期借款筹资 还有一个是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债券筹资 两种方式 我们先看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是向银行 或者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 借入的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借款 对吧 如果是小于一年 等于一年 这个是属于短期借款 这里超过一年 它是属于长期借款 那么长期借款主要体现出来的 就是长资长用 所以主要是构建固定资产 和满足长期流动资金 暂用的需要 解决长资长用 短资短用 像短期借款 主要解决的是一些 季节性临时性的这种资金 短期的资金需求 所以两者之间还是会有差别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我们说 一般来说 企业的这个借务筹资 限制条件多 这个在我们的长期借款里 呈现的非常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 长期借款有保护性条款 对吧 那么这一块 保护性条款 这个保护性条款里面 包括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和特殊性的保护性条款 内容非常的多 所以基于此 长期借款 因为银行 它要时刻关注自己 是不是承担比较大的风险 所以对企业来说 限制特别的多 那么这里的 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和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要不要背下来 不需要 但是你要把它能够分清楚 这五个是属于 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除了这五个以外 其他的是属于 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还有 就是它在一般性 保护条款里面 它的规定 是会要满足一定的目的 是要达成一定的目的 这里不要张观礼带 理解 不用去死基金背 好 首先我们看 我们现在讲的保护性 是保护谁 是站在保护债权的角度 是从债权的角度 所以你看 第一 对借款企业流动资金 保持量的规定 它要求你 企业 这个借款企业 这个债务人 你流动资金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 对不对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保持借款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 就是对于借款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和偿债能力 是有一定的要求 有一定的要求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它实际上还是从债权的角度出发 第二 对支付现金股利和再购入股票的限制 这个企业资金要出去的 这不是对债权人是不是就不能够 我按时的还本复息啊 所以此时的目的 它是为了限制现金的外流 是为了限制现金的外流 是对支付现金股利和再购入股票 不让你花钱 好 第三 对静经营性长期资产总投资规模的限制 对吧 实际上也是不让你花钱 你这个对静经营性长期资产 总投资规模 那主要来说体现是固定资产 这个都是属于企业 一旦投入 这个量就很大了 所以的话 那你在这一块 总投资规模对你有限制 防止你在这一块 不断的去超长的购买 那日后的话没钱 又要去变卖 你日后去变卖 往往就要见卖 卖不出好价钱 对吧 所以这个目的再全是基于 减少企业 这个日后不得不变卖固定资产 以偿还贷款的可能性 所以仍然是从要保障 企业有充足的流动资金 这个资金有一定的流动性 以满足还本付息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还有限制其他长期债务 防止出现其他的债权人 对吧 那么也就是防止其他贷款人 取得对企业资产的优先求偿权 还有借款企业需要定期向银行 提交财务报告 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债权人 他能够及时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 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应对 对不对 那比如说发现你这个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了 他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提前收回借款 或者是不发放新的贷款 所以他需要了解你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的 还有不准在正常情况下出售较多资产 那为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出售了较多的资产 那么可能会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能力 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保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能力 还有如期缴纳税费和清偿其他的到期债务 这个目的是干嘛 你如果不交 将来是不是要交质纳金 所以那么这样的话 就以防止被罚款而造成的现金流失 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不准以任何资产作为其他承诺的担保或者是抵押 对吧 你如果做承担担保责任 承担抵押责任 是不是将来的话 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连带 那么避免企业负担过重 因为这个都是属于货有事项 那么将来一旦要承担担保责任 一旦要将这个抵押物拿出去 这可能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准贴线应收票据或出售应收账款 这个就指的是 没有到期的应收票据 我卖给银行 没有到期的应收账款 我卖给银行 那你卖了之后 如果是附带追索权 那比如说银行到期拿不到钱 他还会来追究我们的责任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企业来说 他如果将应收票据或应收账款出售时 是富有追索权的 这对于企业来说 是有这个或有负债的存在 将来如果债务人 他不履约 那么我们讲的 那么还会对方就会来找我们 要求我们来赔偿 所以这样的话 是会存在有或有负债的 好再看 限制租赁固顶资产的规模 那这个目的是干嘛呢 你前面不是说了吗 你去对近经营性长期资产 总投资规模的限制 你不让我买对吧 那我就租 我租的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把你这条路也给堵死了 所以这实际上 作为企业去租赁 你每一期也会有紧箍奏 是有这个分期要支付租金的 所以就防止企业负担 巨额租金 以至削弱其常债能力 还有呢 防止你通过这种方式 来摆脱对其 近经营性长期资产 总投资规模的这个约束 对不对 所以的话 这些都是属于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他们的目的不用背 但是我们都能够去理解 所以你不要张关理贷 他比如说 在这里面 限制其他长期债务 他说目的是为了 这个限制 现金外流 这是错误的 就是我们在这块 不需要把一般性保护条款里的 这么多条背下来 但是他这个目的 大致心里要做到有数 防止他张关理贷 那么需要大家背的是特殊性保护条款 这里的五条 这一块是特殊性的 贷款必须钻款钻用 必须用于什么方面 不是说每一个这个借款合同里都有 那如果呈现有这一条 这就是属于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还有 不准企业投资于短期内 不能收回资金的项目 就是说 他这个早手鱼 其实还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 限制企业高级职员的薪金 和奖金的总额 要求企业主要领导人 在合同有效期间 担任领导职务 要求企业主要领导人 购买人身保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还是对企业 比如说 要求你担任领导职务 购买人身保险 其实还是求稳 因为我们说 特别是你看有些上市公司 他比如说他的董事长过市了 意外过市了 他的股价会允许迅速的这个变化 对吧 出现一个暴跌等等 所以在这块 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性 这样的话对债权也是有利的 好 这五条是特殊性保护条款 考前的时候 临时把它背一背 就是不要搞混了 他会问你 以下哪些属于特殊性保护条款 他把一般性保护条款揉进来 嵌入进来 那你不能选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内容 长期借款的成本 那么长期借款 因为你这个钱 你借出去的时间比较长 作为债权来说 承担的风险会更高 所以他的这个利息率 肯定是要高于短期借款 对吧 那么长期借款 这个利率呢 我们有两种形式 有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 这样两种 我们一般来说去进行分析 如果预测市场利率将上升 我们作为债务人啊 我们去进行借款 那么要签订 什么类型的利率合同呢 市场利率上升 我们现在就签订固定利率合同 把这个利率给它锁定死 对吧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就把它相当于是锁死了 所以就与银行签订固定利率合同 反之 当你预测市场利率将下降的时候 我们就要签浮动利率合同 将来的话利率下降 我们浮动利率 那就是按照 最新鲜出炉的市场利率 那么利率也要下调 所以这样的话 都是站在我们的这个 筹资方这个角度 对筹资方有利的 这样一个行为去行事 好 借款的成本 大头肯定是利息 另外的话 实行周短信贷协定所收取的承诺费 这个我们后面会去讲到 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长期借款 借款的额度是1000万 对吧 那么银行时刻准备 这1000万借给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只借了800万 这800万我们是付利息 还有200万你不是没有借吗 但是人家银行准备了 你的额度签订的 在周短信贷协定中签订的是1000万 那么对不起 那200万你没有借的部分 虽然不用付利息 但是要支付承诺费 这个实际上也是作为企业借款的成本 是为借的那800万 除了要支付利息以外 对于没借的那200万 还要支付承诺费 也是借款的成本 还有要求借款企业在本银行中 保持补偿余额所形成的间接费 什么意思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到银行去借了1000万 银行说这1000万按1000万算利息 对吧 但是其中10% 必须在你的账户里面不能拿出去用 所以这样的话你实际只使用了900万 但是要按照1000万去支付利息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会加大借款企业的成本 这些都是构成成本的这个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长期借款的偿还方式 我们可以定期支付利息 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 还有呢 定期等额偿还 对吧 我们就是每一期等额偿还 这就是一个等额年金的概念 以及平时足期偿还 小额的本金和利息 期末的时候偿还 你因为你平时足期偿还的是小额的 所以期末偿还余下的是大额部分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长期借款筹资的优缺点 你长期借款一般是和银行等金融机构 直接面对面去进行磋商 所以说速度快 弹性好 就是我们可以去和金融机构去进行商量 对吧 所以弹性是比较足的 但相对来说 财务风险是大的 你如果不能到期偿还 银行是要来管的 对吧 要申请企业破产 拿破产资产去进行抵债 还有呢 会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款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又是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又是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条款特别的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多选题 下列关于长期借款筹资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有 A 与其他长期负债策方式相比 长期借款筹资 财务风险大 限制条款多 对的 很多限制性条款 B 按照国际惯例 大多数长期借款合同中 为了防止借款企业常债能力下降 都严格限制借款企业 净经营长期资产总投资的规模 以及限制借款企业租赁固定资产的规模 对吧 就是不让你去买太多的固定资产 防止你乱花钱 那么不让你去租 那么你就是相当于把这条漏洞给你堵住了 还有呢 这个租金也会构成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支付能力 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C 贷款 那么他说不正确的有 AB是对的 那么我们说肯定CD是错误的 两个前面两个已经对了 好 贷款的钻款钻用 不是属于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它是属于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还有D 若预测市场利率将上升 你签浮动利率合同就傻了 将来市场利率上升 我们就要改利率了 这个时候应当签订的是固定利率的合同 对吧 所以说这里的C和D是错误的 好 再看 多选啊 下列各项中属于长期借款的一般性保护条款的是 我们把特殊性保护条款挑出来 剩下的一般就是一般性保护条款 A 要求企业主要领导人购买人生保险 这是属于特殊性的 还有呢 限制企业高级职员的薪金和奖金 这是属于特殊性的 如期缴纳税费和清偿其他到期债务 以防止承担质纳金 对吧 不准贴线应收票据或出售应收账款 防止出现货有负债 这个B和D是属于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所选择的是B和D 对吧 这个内容是比较的多 但是呢 我们说你只要把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能够把它识别出来 基本上采用排除法 剩下的就是一般性的保护条款 好 再看 那所以再来捋一捋 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贷款 钻款 钻用 不准企业投资于短期内 不能收回资金的项目 限制高级职员的薪金和奖金总额 要求企业主要领导人 在有效期限内担任领导职务 要求主要领导人购买人身保险 这几个都是属于特殊性的保护条款 考前把它备一下 好 那么我刚刚讲的是属于长期借款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看 发行债券去筹集资金 那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 证券投资已经讲过 这个债券投资了 当时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现在我们是筹资人 就是当时是讲站在债券的角度 现在我们讲的是站在债务人的角度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去通过发行企业债券 去筹集资金 债券是发行人按法定程序发行 约定在一定期限内 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债券的发行人 那就是债务人 投资于债券的人是债券人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我们之前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讲这个债券投资 去做价值评估 寻找被市场低估的这个债券 把它的价值算出来 和它的价格比 如果价格低 被市场低估 这就是我们值得投资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债券的发行价格 用到的思路 仍然是未来现金流量 去进行折线 我们就按照债券 因为你钻发行价格 就按照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 去进行贴线 并求和 那我们在这块 发行无非是三种方式 溢价发行 平价发行 和折价发行 当票面利率和市场利率相等 我们所选择的是平价发行 票面利率大于市场利率 以后我们发行要多支付利息 那事先对自己去进行补偿呗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选择的是溢价发行 如果票面利率比市场利率低 代表我们以后 要比其他的企业债券付的利息少 因为我们的票面利率低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是选择折价发行 那么这就是我们对它的 这样的一个发行的三种类型 我们适合的情形 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在之前 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思路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债券的发行价格 它用到的就是 未来现金流量 折现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这是未来的利息 票面金额乘以票面利率 对吧 还有呢 这个是未来的本金 那折现 如果这个算出来的利息 是年金的形式 我们就用年金限制系数折现 这个就是用 复利限制系数折现 对吧 这一块的话 我们已经很熟悉 这也是讲到了 债券的一个常规情况 分期复息 到期还本的 这样的一种情形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计算题 南华公司发行面值为1000元 票面年利率为10% 期限为10年 每年年末复息的债券 在公司决定发行债券时 认为10%的利率是合理的 如果到债券正式发行时 市场上的利率发生变化 那么就要调整 债券的发行价格 对吧 因为我们所提到的 发行价格伴随着你 如果发行时 我们是可以去进行调整的 但票面利率已经改不了了 好 现在我们考虑三种情况 第一 你的票面利率是10% 资金市场上的利率保持不变 那么然后在这种 票面利率10% 发行时的市场利率10% 等到你 就是说我们所提及到的 就是你决定发行时的 这个市场利率是10% 等到你发行的时候 利率还是10%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是评价发行 我们可以算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评价发行 票面利率10% 发行时的市场利率 也是10% 就锁定选择评价发行 因为干嘛呢 那么实际上相当于 这是属于利息部分 我们用年金限值系数折现 这是本金 我们用复利限值系数折现 就用发行时的市场利率 10%折出来的限值 算出来是约等于1000的 好 第二种情况 如果资金市场上的利率 有大幅度的上升 市场利率已经达到12%了 那我们票面利率10% 我们付出的利息少以后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选择折价发行 此时折价发行是多少呢 那么我们在这块 折现率就用12% 算利息还是按照 票面利率10%算出的结果 所以算出来只有887.02 所以是小于1000 那么是折价发行的 对吧 相当于你要和 人家投资者要算 我要想买其他债券 按照12%的利息 可以获得 买你只有10% 你不要忘记 我这里给你补偿了 你不是要花1000元买 你是花887.02元 所以相当于 我们按照887.02元的 价格出售 作为投资人而言 它将来是按照10%拿利息 但是由于它是折价购买 所以其实也适合 获得12%的报酬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三种情况 就是资金市场上的利率 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达到8% 我们按照10%的票面利率去支付 利息不是付的多吗 所以这个时候 那就事先对自己去进行补偿 此时就采用的是溢价发行 所以我们去进行一个分析的过程当中 那也就代表按8%去作为折价率 这一块所用到的就是 票面利率算利息 所以你看果然是溢价发行 大于1000元 那也就相当于人家市场上按照8%的利息 我给你10%的利息 那你事先要对我进行补偿 那也就说你要溢价购买 要拿1134.21元投资 才能够去获得票面这个利率10% 但实际上获得的实际报酬 其实就是8% 是这个思路 所以在这里面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拿票面利率和市场利率去进行比对 那么就可以调整我们的发行价格 是这个思路 好 接下来看债券的偿还 债券的偿还 我们有到期偿还 到期偿还里面包括有分批偿还和一次性的偿还 这两种 分批偿还有不同的到期日 有不同的到期日有什么好处啊 那么我们说我这个债券发行 有三年期的有五年期的 对吧 那我可以吸引不同资金这个可以供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者的这个需求 大概有三年的到期一批 有五年的到期一批 有不同的到期日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吸引的投资者更多 所以优点是便于发行 但你这样的话不是比较麻烦吗 所以发行费比较高 好 这是分批偿还 那么如果是一次性的偿还 一次性的偿还相对来说的话 那我们所提及到的就是 他相对来说没有分批偿还发行那么便利了 对不对 就说你这样的话 他你如果是到期一次性偿还 我们只发行五年期的 那本来这个投资者他有三年期资金可以给你使用的 他就不能买了 所以相对来说 不像这个分批偿还那么便于发行 但是他的费用肯定少 因为他比较没那么麻烦 你这个分批的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好 这是属于到期偿还 第二个就是提前偿还 提前偿还是保护谁的 是保护我们债务人的 我有钱了 我提前还掉呗 所以这里面你提前还了 是会打乱人家投资者的阵脚 所以一般来说 只有在企业发行债券的契约中 明确规定了有关允许提前偿还的条款 企业才可以进行此项操作 就是明确规定可以去进行提前偿还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这个发债公司 他才可以提前偿还 因为是对他有利嘛 所以你要首先白纸黑字写出来 而且呢 我们这个提前偿还 也是打乱了人家投资者的阵脚 所以要对投资者去予以补偿 提前偿还所支付的价格 通常要高于债券的面值 要对投资者去进行补偿 而且伴随着到期日的临近 逐渐下降 你如果提前非常多的时间偿还 补偿的金额就会更高 你如果只是提前一点点的时间 偿还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补偿一点点 对吧 所以说他伴随着到期日的临近 而逐渐下降 那么这个提前偿还实际上是对 发行公司来说是有利 使得他呢比较灵活 具有较大的弹性 比如说企业资金有结余时 可以提前赎回债券 省得还要支付利息 还有预测利率下降时 也可以提前赎回债券 你缺钱 这个时候再去发行新债 不就是可以以比较低的这个代价 去支付利息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提前偿还 它是保护怎么呢 保护债务人的 它不是保护债权人 是保护债务人的 所以基于此 它必须对债权人去进行补偿 所以提前偿还支付的价格 通常是高于债券的面值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有提前偿还 有这个到期偿还 还有什么呢 之后偿还 之后偿还包括转期 对吧 本来到期了 再延长两年 所以就是把较早到期的债券 转为到期日较晚的债券 比如说它包括新债券兑换旧债券 还有呢 发行新债得到的资金 来赎回旧债券 相当于是延长了 还有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 就是按一定的条件 转换为发行公司的股票 这就是我们后面提到的可转换债券 本来这个投资人的身份是债券人 一旦转换之后 就可以摇身一变 变为公司的股东了 那么这个可转换债券 是属于混合筹资 是放到第十章 长期筹资的第三节里面 来为各位学员去进行介绍的 好 债券筹资的优缺点 相对于我们银行借款而言 发行企业债券 对于企业来说有一定的要求 对吧 所以的 它呢 知名度比较广 所以规模较大 而且也是供企业长期使用的资金 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们往往看到企业发行 这个长期债券 它说用于什么方面 对吧 那么这个用于什么项目 这个项目往往是属于一些优质的项目 所以这个资金都流到了一些优质项目那里去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缺点 发行成本高 看跟谁比 跟银行借款相比 那么我们发行企业债券 肯定这个手续费啊 各方面的费用比较高 而且你发行企业债券 是向社会工作 所以信息披露成本 也是比较高的 此外 它也存在一些限制条件 对吧 但是这个限制条件多 肯定不是和银行借款相比 银行借款的限制条件是最多的 那么你和权益资金相比 你的限制条件多 那有些人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跟谁比啊 那这一块如果它在客观题中 有所考核的话 它一定会去交代 和谁比的问题 和谁比它的发行成本是高还是低啊 和谁比它的限制条件 是多还是少啊 好 下面一个单选题 下列关于债券偿还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注意不正确的是 A 债券偿还时间 分为到期偿还 提前偿还 与滞后偿还 正确 提前偿还一定要关注啊 它是保护我们的债务人的 B 到期偿还包括分批偿还和一次偿还 分批偿还有利于发行 但是费用比较高 正确 C 直接以新债券兑换旧债券 属于提前偿还的常用办法 不是的 新债对旧债 不是猜东墙补西墙吗 这个是属于滞后偿还 C是错误的 答案选C 对不对 好 D 提前偿还所支付的价格 通常要高于债券的面值 并随着到期日的临近而逐渐下降 月到到期日 那你这个提前偿还支付的价款 可以稍微低一些 因为你打乱投资者的正角会少一些 对吧 所以这道题目里面 ABD都是正确的 C是错误的 好再看单选 与长期借款相比 看到吗 我们一般都会出现和谁比 八型债券进行筹资的优点是 单选啊 速度快是人家长期借款 对吧 那么然后灵活性好是长期借款 费用较少也是长期借款 我们发行债券和长期借款相比 速度没有它快 灵活性没有它好 筹资费用比它高 唯独我们在这块呈现出来的优点 就是筹资的规模可以比较大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选择的是B 长期债券筹资的优点啊 规模大 长期性和稳定性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是从这个思路来分析的 好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关于是关于企业发行债券 还有银行借款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筹资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第十章长期筹资里面 不论是银行借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 那相对来说的话 它都是比较简单的点 无非就是考核一些客观题啊 就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